你當時有想過說我們會做這麼久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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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照感覺種?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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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 最初想說的是... 每個人的反應都可以選擇 啊... 對對對... 我一開始是打算說先試試看水溫 看看大家的期待值跟反應度如何 結果我沒有想到 剛開始播的時候就能打到80個人了 我覺得第一集做的時候反應度有這麼大 真的是我還蠻驚訝的 然後... 就... 我是... 覺得說應該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 Haku-chan是覺得說... 啊... 順其自然 でしょう 可是... 真的真的真的沒有想到說我們現在會找到這一部 好... 那... 從間... 都叫Haku-chan... 應該說前面Haku-chan沒有工作的時候這樣陪我母鬧 然後到現在... 有了工作那麼忙碌了還要陪我母鬧 謝謝 我會說說我錢買了嗎 好... 然後對終於是我還沒有錢 我很抱歉 我會加油的 還有工作還要這樣被我塗 畢竟是試試看 我們都可以努力看看 其實我當初會找Hakujang 我應該說過了 Hakujang的說話談吐方式還不錯 聲音是因為我的聲音比較高 Hakujang的聲音真的比較低 聽起來比較沈穩 然後比較好聽 聽起來也很舒服 你考慮看看一起做這個 因為其實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經有打算說 想要做一些談話性節目什麼的 那 因為 怎麼講 我一開始沒有什麼人氣 那一開始就做談話性節目的話 其實做的應該會蠻糟糕的 再來就是我沒有流利的口才 就是要我講很多很多很多的話 有時候我可能會一直重複 也不一定 就是可能 欸 可能想表達一種意思 但是講出來的話其實都是差不多這樣 然後 卻可以一直被我拉長 然後拉得很複雜 然後 然後 就是 跟 再來就是還有因為我 接觸了VRC 然後 到了這個環境 然後也認識了Hakujang的話 他 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 那 覺得 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就找了Hakujang 所以重點其實是消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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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沒有消費 這麼可愛我怎麼會消費你 那 Hakujang怎麼會想要跟我一起做這個 我 我 沒有考慮 啊 Hakujang怎麼都沒有都沒有考慮然後就做了 我記得 在 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我們是普通在VRC上 然後 當時候其實 一起各自大門都會 一起上來VRC 然後我們在 房間裡面 就是 跟觀眾做各種紮談 然後 好像那一天結束之後 阿聯就說 覺得法律好像不錯 就想要做這個節目 我一開始是 一開始是沒有打算接受 啊 對對對對 我一開始跟你說我沒有打算就是接受當主播的位置 主持人 對然後後來怎麼就這樣答應了 阿聯就想說試試看這樣 那其實一開始如果 Hakujang就 拒絕的話 那現在坐在這邊應該就是只有我一個 然後 Hakujang就會特別來比你有方式出現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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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是說 欸不是不要把我當特別來賓嗎 對 對對對 一開始我就沒有把你當特別來賓了 呵呵呵呵 嘛 實在就是 有點小小的 對不起 然後 我就 可能 我還沒有就是 就是 怎麼講 其實那 就是我只有問 但是 我又不知道說 就不太會去講 然後我就 啊 然後 就把自己所想到的就直接講出來 Hakujang要不要當主持人之類的 媽 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 我們在 VSC的一個小房間 然後各自他們都在 然後這邊開 渣台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記得 然後當時候本來原本是 只是叫我進來就是 對觀眾罵倒 對對對 聊天啊 然後罵一下觀眾 呵呵呵呵呵 然後之後 那個直播介紹 之後 阿倫就私情問我說 要來做這個節目 對 對 那 你現在 坐上這個位置之後 你有後悔嗎 我一開始是覺得阿倫是為了消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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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呵呵 你真的 真的 真的一開始覺得說我這樣消費你的 因為一開始是那個 我們不是說的嗎 就是在那個小房間 對對對 然後就叫我上來對觀眾 做罵倒啊之類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看反應很 翻譯很熱門 然後之後就突然就說要做那個節目 所以居然 就是有一種 感覺看到喔 這樣反應很不錯喔 那我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呢 這樣感覺的感覺 結果沒想到我做這麼認真是不是 呵呵呵 消費都很認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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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怎麼講我剛剛看 因為我是我其實我真的還蠻怕說就是 哈克強會覺得說啊我可能就是要利用他或什麼 其實我當下是真的還蠻擔心 但是但是我是我我講真的 我就是覺得說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哈克強真的很辛苦 呵呵好不好 然後也就是說可以當一個 如果說他以後真的想做直播 那因為畢竟之前有講過是開興趣的 但是會不會就是哈克強會不會繼續往直播做我 就是還不知道 然後他是開心去的嘛 那我就想說 如果你以後可能真的要我做直播了 那也剛好可以另一些口才或什麼 雖然說我們用的是中文 我妹 可是 可是可以就是 是學到很多講話方式 跟可能有觀眾的情況下 你比較不會緊張 或者說 比較不容易忽視到聊天室這個 這個 這個視窗 我還是會 我還是以我的初衷來做直播 就像說我一定要繼續往直播的方式發展的話 我也是往交友為目的 嗯 所以我不會把觀眾當粉絲還是什麼 就是你們都是我朋友 我們來交友 如果你們的話 可以一起上來打遊戲啊 一起來聊天啊 什麼的問題 所以有看我直播的話 就像是 出見面的觀眾 然後問我可不可以打遊戲 其實我都不會去拒絕別人啊 啊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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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交朋友的管道 啊 啊 比起那個什麼 雖然有大家的支持 donate之類的話 真的是幫了 幫了我很大的忙 但我也不會去太在意說 那個 觀看書 或者是 訂閱 或者是donate之類的東西 那個都是順其的難 主要還是 大家喜歡的玩遊戲之類的 這個初衷真的很棒 然後 當然 我們也希望說 我比較是喜歡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說 呃 可能 我 中間幫的這個小小的忙 真的可以幫助 Taku-chan 讓他有一個 怎麼這樣 呃 算是 另外一份收入來源 因為畢竟 真的 我 我覺得跟 就是 聽Taku講的工作環境 跟 加上現在疫情的關係 然後 還有 他其實很認真 他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人 那 對的 也還蠻和善的 除了會霸凌我 哈哈 你不是我 哪有天私有6070個人都會幫你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 整個相處下來 我一直覺得說 我 當然 可以幫上一些忙 我就 幫上一些忙 所以就變成這樣了 那 你現在 還有像 當初那種感覺嗎 說 啊 我就是在利用 啊 消費 幾了幾了 你看 你看 好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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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 而且 其實 我在 很多時候 呃 真的還蠻擔心說 因為 看起來的事情可能會讓你很累或什麼 然後 一方面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做下來習慣 突然一個人自己坐在這裡 也很奇怪 然後 又擔心說 你自己 就是 確實在耶 可是Mama你幾次都會幫我 一直幫助 對 對 明明就已經叫他去休息了 然後但是又一直覺得說 自己做下去好奇怪 就是 就是 嘛 因為不想 在這邊叫提名什麼的 然後我的Discord會被扣好幾次 嘛 因為 沒有我問我 我怎麼會叫你 只是會怕說 我不會讓他太累 你知道嗎 其實這中間真的擔心擔心很多 呵呵呵 對 畢竟我 我會比較擔心這一塊的問題 畢竟我 本來 就是抱著 本來就是想消費人家 沒有沒有 抱著交朋友的態度 去到處去跟人家交朋友 然後擴展自己的交友圈 或者是說讓自己可以認識到更多更多的人這樣 那 我會在 我會做這個節目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 很多人 不管是剛加入直播 還是正要加入直播 不管是加入直播 或者是說 只要你要身為一個創作者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 你們看表面的 那你們不知道私下一個創作者付出了多少心力 然後他背了多少的可能被人家罵啊 或者是那種負面心態什麼的 一個創作者的背後其實背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我也希望說可以藉由一些這種放攤節目 讓創作者們可以稍微的聊一下自己的心事 聊一下自己現在進行的境況或什麼 然後 讓自己可以輕鬆一點的同時 也可以把創作者所承受的壓力分散一些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每一個創作者的背後到底背了什麼 背了什麼 這跟我們上一期講的一樣吧 其實在你面前表現的 最越樂觀越輕鬆的人 他其實生活裡面是最苦的那個 因為他有什麼大風大浪都看過了 所以他就是覺得 無水 都習慣了 對對對 然後像我覺得 以目前到現在 像 如果說我沒有做這個節目 那 今天可能就沒有人知道說熊童 像我們請的來賓熊童 他是一瞬間爆紅的 那 他在爆紅的這個情況 在爆紅之前 他做了多少功課 他做了多少努力 然後他每一集的節目 他都有想一個企劃 想一個單元 然後他自己還有用手打出一些資料來 什麼之類的 還有一些腳本啊 副本什麼之類的 那 他在爆紅的過程中 又被多少人罵過 這些都不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但自從他上了一次節目之後 我就說 他是真的很用心再去經營他的一個頻道 就是覺得上了一課真的很棒 我一開始沒有訪問他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說 這會不會是跟那個 因為台灣 台灣有一個泛舟哥 他當初可能一句無心之語 就是說 媒體記者問他說 台風電要幹嘛 然後那個 是要泛舟啊 對對對 然後就說 台風電當然就是要泛舟啊 不然要幹嘛 他因為這一句話就紅了 那 當然我也覺得說 會不會說 熊頭一開始也是 這樣子無心的一句話 然後就紅了 結果發現 欸其實不是 他真的做了做了很多努力 那如果我當初沒有訪問他 我不是真的不知道 我發現這件事情 對對對 那我們的水 意外型 啊 還要講 就真的就是意外型的 突然突然 直接就 這就是我想讓大家 就是 這個原因 我不想經營YouTube的原因 就是讓別人覺得我是 在以工作的方式 在進行 以賺錢的目的來進行 嗯 我不想大家要這樣子想 然後 因為我自然 我並沒有什麼專業的技能 或什麼特別的 什麼策劃啊 個性之類的 如果我在看我直播 我看到很多時候 我跟 我跟 我玩遊戲都是到那邊走 才說 啊今天要幹嘛 之類的 很少我會去做策法之類的 我當然是就是 就是 以興趣 開 然後 有人想要 有人想要 我需要一些陪伴的話 都可以來找我之類的 感覺 然後 然後 就是不想大家說 啊 這邊怎麼 怎麼 收為VT 或者是VT 可是缺了一點 準備 或什麼都沒有 這樣的感覺 啊 其實 一點都不專業之類的感覺 對啊 其實做 做YouTube 如果你想要拍影片 策劃一個影片 當然 會有一些腳本細化 會做的比較好一點 那像 就是 我不喜歡那種 泰國語安排好我的東西 對對對 像 我直播到現在 其實我也沒有策劃什麼 沒有計畫 也沒有打什麼報告書 然後 好啦 好比說 這個節目好了 我也只是 打出了五個問題 可是 就是說 至少在這方面 遊戲方面的話 你有在設計說 就是安排時間 這天這天是完什麼的 然後 這天這天是要幹嘛的 這天是要觀眾互動什麼的 我基本上就是 十月 都是隨便玩這樣 對 隨便 所以觀眾的那個 觀看 受眾情很不一致 太廣了 有些是 有些是R6那邊來的 有些是COT那邊來的 也有是VRC的玩家 就 沒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會玩什麼的設定 然後 基本上還會跟其他上網一堆 忘你奇妙的小遊戲之類的 啊 想到玩什麼 就玩什麼 對 對啊 跟我一開始一樣 呵呵呵 我是到後面開始會這樣 是因為 呃 像 因為我有想要認真敬禮他 那我也有在做 就是有在上網看一些資訊 然後跟自己的 相關的 可能收視率之類的 今天我都會上網去做一下功課 那 呃 也許說 可能哪個遊戲哪個遊戲 比較多人 我在玩的時候 比較多人在看 但是我不會以那個遊戲為主 我還是以我自己所拍過的劇情的坑 就是可能我開了刺客教條 我開了2077 那我想要先玩哪一個 所以我就要安排時間 然後像 因為我現在會安排時間的原因是因為我還有 節目 跟 因為 還有玩ARK 就是生存類型的遊戲 對對對對對 玩到這種遊戲的時候 因為生存遊戲 相信 他不想知道 就是 這種遊戲都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玩 對對對對對 所以不可能說 我平時玩2077 我先把它破完 然後再來碰它 那時候我可能想玩的動力就沒了 那當然我就要安排一些時間 讓自己去玩它 然後就會想要再繼續玩下去 我覺得遊戲類型不一樣啊 我知道是在玩射擊遊戲之類的 所以 那基本上 沒有細節怎麼可以 對對對 對對對 有啊 像我覺得也很厲害耶 黑暗靈魂竟然買了 拿到了 然後兩天內就破完了 這真的很誇張耶 蠻像那個就是一個劇情遊戲耶 黑暗靈魂就有一些劇情 但是 但是 對啊 還蠻吃操作的 還有D遊戲耶 玩就玩 他還有D遊戲 D遊戲還沒購買 在看情況吧 我可能會把數據刪掉 再重刷一次 等D遊戲下載之後 然後到時候就是直播的 用直播的方式來通關 那 自從 工作之後 因為我發現睡眠時間很少 這樣會不會很累啊 會啊 有 就是 就是像直播 講完遊戲的時候 然後 在又節目又酒吧 對對對 這段 這段期間有沒有說過 就是 就是說啊 為什麼會那麼累 然後可能 可能啊 就是 可能想放棄或什麼的 我只想放棄工作耶 啊啊 我也是 我也是 因為無論工作多類都好 工作有幾類 然後 網絡 心理空間 是我唯一的 生存的空間 啊 就是讓自己最放鬆的地方 就是在網絡上 對 對 我之前說過 在Discord 你們也知道 我睡眠不怎麼 不怎麼穩定 對對對 對於現實世界的任何動靜 我都會有 很容易的有反應 所以 很多時候我會進行 VR睡眠啊 之類的 就是以虛擬為主 啊 因為在遊戲裡面 聽到的聲音 比較舒服 加上 其實 對 加上其實 因為你帶著VR睡覺之後 其實比較不會在 遇到空 自己周遭的環境 我其實還好耶 因為我在公開D2 也能睡覺啊 對 有時候真的會說 呃 我覺得 我自己 我自己 認為啦 但是 但是如果不是就算了 就是 對 有時候可能就是 像我禮拜三 只要一結束 其實基本上 我不管是 我VR是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一定會開著桌面的那個VR chat 然後可能就跟Hakuja 掛在同一個房間或幹嘛 然後 就是 要去睡覺之類的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 可能可能 就是 當你在進行VR睡眠的時候 或是什麼 然後周遭有自己的朋友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是說 呃 有點像朋友來家裡玩 然後 然後玩累了之後 在房間跟你一起睡覺什麼之類的 這種感覺 會有一種 安心還是安全感 這樣 就像我之前 就是很時常 就是有朋友來家裡玩 然後玩完了 就直接到我家睡 然後我就 可能晚上睡覺的時候啊 就可能會 聊聊天 聊聊天 聊到這樣睡著 就類似這種感覺 我覺得還好 好像真的嗎 我是只要在心理空間這一塊 心理空間裡面的話 我就覺得 這邊才是 我的所在地 然後 可以在這邊得到我的安心感 不論是 對方是我說我認識的人 是我說我朋友 這樣我常說的 我之間也很常在公開地圖 就是一個不認識 很吵的那些小孩子 是 我也可以在那裡睡著 有 我都看過你在酒吧裡面睡著 大家明明就很吵 大家都聊到很開心 然後 Hakujan就自己在旁邊睡著 然後我說我在心時很淺 所以如果我在心時想睡覺的話 其實是很困難 但是 在Miya的話 我會很容易睡著 就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覺得說 我自己單方面覺得說 Hakujan就是會不會 就是會不會是一個很怕寂寞的人 然後 然後我就會開著Miya 然後陪他聊聊天聊天 然後就睡覺了這樣 Miya 媽我自己 我 我就是這種人 就是我覺得 因為 我跟配偶這樣出的時候 我總是覺得說 如果說 像我也有朋友 就是跟你一樣 睡覺很淺眠 然後很容易驚醒或什麼 但是 但是 但是他來我家玩的時候 在我家睡覺 我就算起來 就上個廁所 房間那種鼻鼻啵啵啵 晚上爬起來 然後在那邊打鞋子 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他還是睡得很熟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 他會有一種 就是 心裡不安 然後但是 周遭可能有朋友 跟他一起睡得熟或什麼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放鬆很舒服 然後就睡得很熟 這樣子 我覺得我是缺乏陪伴男生 我是對網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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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會想說 你會不會很寂寞 所以我就會 可能 禮拜三結束的時候 就 多陪你大大天啊 或怎樣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我就是單純的 屬於那種 網路重骨者 對 否定 否定現實 現實中的自己的存在 那 媽 我也自己很想活在網路上 但是 沒有辦法 網路上雖然是一個 可以讓你 逃避現實 然後 讓你 紓壓的地方 但是真的 唉 回到 三下VR了 你還是必須要面對現實 好 那 當然 我如果再努力一點 我再加油一點 那 我以後 可能 收入真的很高了 然後 可以靠廣告費賺錢 然後 我可以去幫助人 我就會盡量去幫助人 小哈孤獎其實我真的很想幫他 只是 我自己也沒有能力 不然我真的覺得 你看 光這段期間 聽哈孤獎他的工作內容 然後 然後 在看他整個睡覺的環境 我一直覺得其實 有點小小的替他難過 就是說 人 為什麼要 這麼的辛苦 這種感覺 很喜歡 在這 我 工作 很辛苦 我不會去說 我今天還是不打遊戲 也不去跟網友接觸之類的 我只要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就不會 我就會把那個 負面的傷害 把那個現實的負面情緒給放掉 對 我會把負面情緒跟負面的狀態給拋棄掉 所以就讓我感覺到很累 很困想睡覺 或者是我覺得很餓什麼的 我只要坐在電腦前面 動上 遊戲之類的話 我就會 沒有讓什麼感覺 所以 全身頭路在清理空間中 分過分過 因為 怎麼講 我 我是那種 這是 這是只有在這裡才講的小屁屁 我跟你講 這段 Off 我一定會卡票 真的 以前 其實 就是 我覺得我的個性還蠻奇怪的 就是我以前有遇過 就是在上班的時候有遇過一個 有點像流浪漢 只是他的情況比較不一樣 他是因為家裡的人 就對他特別冷漠還是怎樣 最後他出來了 然後因為也沒有房子 就沒有任何東西 就一個人在外面自己流浪 對對對對對 然後看他穿的端端正正的 然後他也沒有工作 因為在外面流浪其實 你要找工作很困難 沒有地方可以灌洗 沒有地方可以換衣服或幹嘛 然後我就 就有聽過他講過我一些他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在做超商 然後那是大夜班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 客人來了 那我就蠻我的 然後他也不打得到我 然後我可以陪他聊天 或幹嘛 然後讓他還擊什麼的 然後我就有點替他小小的難過 然後買了很多的麵包跟一些餅乾給他吃 就是讓他帶著可以在路上餓的時候可以吃或幹嘛 因為畢竟我不能幫助他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 不能幫他什麼 我只能對他做這些事情 然後 給他錢的話 我又覺得說 有一些人 當然會心到一定程度了 他可能會拿去買香菸 或是買酒 因為想要逃避性食或什麼 那這些東西是吃不飽的 那我也不希望看到他這樣有一餐每一餐 然後就買了很多啦 總總下來我花了半兩千塊 然後 然後他就 對 然後他就很感動 然後 然後當下他也有 然後 就是 男生 就是會 可能真的 男生已經到一個鏡頭還是什麼 然後 遇到這種事情 然後就 可能感動 然後他其實有 有點小小的哭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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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還蠻感動的 然後 這個 這個真的是我其中一個秘密 我從來都沒有對人家講過 然後回去想想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覺得自己蠻餓 我也覺得蠻感動的 不是說 不是說 因為幫助他 然後覺得說自己做得很棒 沒有沒有 我只是覺得說 為什麼 人生會過得這麼辛苦 這種感覺 然後 然後幫助到他 然後我會覺得很開心 但是我也 我也很難過說 可能今天他吃完這一餐 明天或者是幾天後 那他可能 又要一段時間沒有東西吃什麼的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長期下來一直幫助他 什麼 我就覺得有點小難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 這個 人在很多時候需要的 並不是 一些 物質 或金錢上的 滿足 虛榮心 人最容易滿足的 也就是他的存在被得到肯定 所以我還希望 如果大家 偶爾在路上看見一些比較落魄的人 不要去無視他們的存在 無論對方是多麼低層的 生活者還是什麼的 不要去看低一點 就算他真的是生活階段 階級比你低 比較算低層的 也不要去騎士的 或者是倒大戲的 也不要去對他有什麼 偏見或什麼 我覺得 更多的是要對他們抱 有一種 嗯 你承認他的存在 有他的存在的確是比較 比當你輕鬆很多 因為你也不可能進去倒大機去 那個 倒大機場之類的 對 對 然後 很多時候我聽到 一些人 就會在那裡 說那些 清潔工人 都會發話說什麼 他們就是 確定不行啊 沒在讀書還是什麼 對對對 人生失敗之什麼 我真正覺得就是 通常那些我 會幫助落橋的人 我很常會去幫助落橋的人 去反擊那些 自以為是強大的人 對我也是 自行 然後 我在現實中 我總很多時候會 遇到 比如我多小人的時候 我會把自己的事情 放一邊 然後去幫助別人 對 我好幾次就是上班 可是遇到需要幫助的人的時候 我沒辦法放這款 我就會先去幫他 至少我上班會遲到什麼 啊 一個的 講的真的很棒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大家回來的世界上很累啊 所以很多時候 然後他們只需要的是一個溫暖的手 對 還有一個溫暖的問候 你去問候其實可以治療很多 很多內心的創傷 真的 是當你覺得你可能今天你真的想不開了或怎樣 然後可能要踏上絕路或什麼 那可能因為你今天叫了外送或什麼 然後如果今天外送員看到你 然後覺得說喔 你好像哪裡怪怪的 不太醒了 那這時候如果外送員察覺到了 只要一句加油 人生沒有很苦 那這餐早上我請你 那一天下來其實你就可以幫助到一個人了 他那一瞬間的得到的認同感 跟一些加油聲 還會很累積在心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覺得職業無分歸見 不需要去 故意點擊他人來提到自己的地位或什麼的 但是大家都是同位的 同樣在這個生活中掙扎生存的人 為何不要 彼此鼓勵一下 對啊 很多人 就是下班會來 他也不是想要你給他什麼獎益或什麼 你指向他去 今天做得很棒 很辛苦的 然後就會得到慰藉 就覺得一整天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你就觉得 那我们明天还能够继续努力 我还能继续努力下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就聊到这个来了 现在就是随便聊聊 现在是渣谈吗 渣谈有没有固定要什么话题吧 没有没有 就都随便聊聊 我觉得现在就是 我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 然后以这样子的方式来 过我的自己生活 所以当然在这方面的话 我也是这样子的方式来 对我自己思考 所以到有人来看我的直播之内 跟我打个招呼 我就觉得 那我们应该还可以继续努力下去 那样子 まだ行eru ne 明天も 肯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算我顺便时间再低 我会去放弃 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或是 我会 我不会把 现实 就是自己的 利益 现实概括于 理想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搞不好 就是在 这样漫长的一听的游玩 大家只想听一句 哦 こんばんは おつかえさま 对 就会来我的频道 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开始做酒吧吗 酒吧是真的意外 但我觉得就是 嗯 好像也 也差不多了 也蛮有趣的感觉 就是 反正也是 星期五晚上 大家辛苦了一个星期 过来酒店这边放松 你可以跟我们许哭 可以跟我们说你在现实中遇到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听听 听听你的话 听听你的一些发泄的内容之类的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 虽然我们没办法帮你解决到什么 但当下我们可以跟你说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辛苦了 这一个星期 非常努力的人 嗯 我好听了就觉得心寒暖 有时候真的就只是想要一点这种温暖 对 其实很多时候像你去思想 刚才的意思是 你并不是在这社会中困难 挣扎生存的一种 我们大家都是 然后你也不会是一个人 有任何觉得难过不开心 或者是低落的时候 都可以来找我们一起聊聊一起谈谈 嗨 如果有什么心事 有什么烦恼的事情 随时随时 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我会被你们聊聊 然后也可能会在礼拜三的时候 在直播开始之前 那你们也有一些这种 经历上想聊聊的问题 那当然我可以在准备的阶段中跟你们聊聊 然后我这样讲 那你们说去加油 像之前你说的 未来的节目走向 像之前第四集的时候也有说过 其实阿联没有说过这个 这个是无计决定 但是我想说 我们可以打算就是 造一个扣印节目之类的 让观众们进来扣印 要说什么话题可以 要攻击阿联也可以 就像你要扣给你的老板 你的生活也可以 就 这方面 阿联其实 阿联其实 当时候是说OK 但其实之前我都没有 跟阿联想谈歌 我就直接在直播上面说出来 我安心 我安心 我是都OK的 因为 毕竟 这是我们两个一起的节目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 讨论 可以一起思考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发展点 对 我 现在阿联会在想怎么赚钱 他在想 他在想要怎么去赚钱去 帮助我啊 或者是笑笑之类的 对啊 因为 自己在这生活中 嗯 然后 我的话 其实我不会去往收入发展 只要勉强能够收获就行 哇 不行 我真的觉得看你这样下去不行 你这样真的不行 我是 我下次的感谢 在我频道 在我直播 有赚钱 有赚钱的 非常感谢 但 嗯 就算你没donate的后 我会很开心 只要你在我的聊天室跟我聊天 或什么 我对点的 哦 有人重视我的存在 这已经足够了 没关系 我对极限生存很有知情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不行 对不起 男生不要极限生存 好不好 男生不要极限生存 你还要过生活 真的要把身体顾好 好不好 真的要把身体顾好 但我不想 我也不想就是 大家觉得就是说 哦 他不这样很辛苦 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 就是 只是 一方面想说 支持我 或什么 就一直在 不让你抖你 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那样就是一种 也许说是支持 倒不如说像是在施舍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施舍你 我们要施舍你 现在就你现在就是在工作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在工作 你现在是在做那个 那个做那个 那什么社会福利是不是 我 我很多时 我就说呢 我实际上是现实中上班 我就算上班会迟到 我还是会去 停下脚步去帮助路人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 那 那 那 现在 就是 到现在 那 那我的想法是什么 对阿尼强法吗 对对对 有没有说 那个 合作到现在 我觉得说他是一个很急车的人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阿尼也很随性 其实说真的 真的我很随性 有很多时候 阿尼就是随心的想一想几个东西 然后就丢对我说 这样OK吗 然后我还 我就会看一看 然后说 为什么他会这么想 对不起 我真的很随性 但一方面 一方面也感受到就是 阿尼有很 是 在 想帮助人的心很急切 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自理 没有啦 没有啦 谢谢 一方面是说 我想做这个节目 因为他做这个节目 开始时候是想要训练自己 然后说 想帮我拉 暴露度 然后说 又想说又要拉新任的 YouTube来当那个 访客之类的 来帮到我们 来什么就是 弄开那个 就是帮到我们扩散 暴露度之类的 然后他们的直播 可能有一些困难的 或什么 可以稍微问问看我们 可以这样解答之类的 对对对 那就是那种感情派的 感情优势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被人家捅 你知道 就是怎么讲 我真的觉得我算是 这算好事还是算坏事 其实我一直很担心 像我这样子那么随性 那会不会说就是 让人家觉得说 我就是很随便一点 我觉得看你怎么去看待 这个世界的 人们的丑恶吧 像我的话 我不会抱任何 有回报 或者是有任何 有任何代价的去做一件事情 我不会抱任何期望 也不会再希望 所以就算 我只有得到一句简单的 谢谢你 我也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也会觉得 是个很大的收获 很意外的收获 就算只是一句 谢谢你 你也是个感情派的 我不是感情派的 我不是有的 就是 投入去思考 去策划 去为了回报 之类的 这样子做下去 然后得不到自己期望 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累 对 我很懂 我已经失败的太多了 所以我已经觉得 无所谓了 我就是 既然他有需要帮助 我就去帮他 我也没有期望他 会给我什么东西 至少当下能减轻他的负担 我觉得就 对我自己而言就是 嗯 就是我能做到的东西了吧 其实 你能做到的事情 你能帮助人家 就帮助人家 对 像酒吧之类的话 一开始是觉得说 能帮助给他他们吸引多一点人 或什么的 才去 产当看板娘 这一只 之类的 然后之后说要做去什么的 因为 新的 人数也不多 然后 又想要点特色 那刚刚好我会 多语言 然后我也可以进去帮他们 抓点特色之类的 以外语圈发展 就是可以帮他们 帮助点外国粉丝啊之类的 那其实这些我也都没有想过要任何回报 我就是到这种 那我就试试帮助他们 然后去玩玩看 然后没想到被帮助的是我自己 所以这对我而言都是一种 很多都是意外的收获 然后跟认识RN跟RN玩游戏之类的话 我也没有想过说 我想要RN给我先什么回报 还是什么的 但他还是给了我这些意外的回报 就是观众们的那个 观看力跟观看数 让我的频道收益化的之类的 还有这个节目的 那个是你自己做来的 不是我发的 我只是 我只是 就是把影片 po到网络上 然后有人看到我就会去追的 我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真的没有帮助到什么 我一直觉得说 这样子 他这里陪我一起无奈 会不会很对不起你 其实我其实一直心里真的一直在想说 不管是对师傅 对笑笑 或是对哈库 或是对在场的各位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多多少少就是会觉得说 我对观众就觉得说 我如果没有做起来 然后一直这样子 完全没有改变 很对不起他们 从以前跟到现在 然后不管是跟到现在 我是说 可能你在中途 你有抖虐或什么 然后 就是 对差不多了 现在9点了 可以把loading用掉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 不管是帮助我的人 来看我台的 就是 如果说 我今天在这里停下来了 我不做了 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 然后 也很对不起说 笑笑师傅 他们给我花落多妹妹的图 但是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我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很好过 我很想要 帮助他们 他们就是 该付出的 我应该要付出 但是 但是他们却不求回报的 这样子帮助我 我真的觉得 很谢谢你们 然后 也非常谢谢说 Haku 像这样陪我在这边胡闹 然后我一直觉得说 我很对不起 也对不起Haku 说 就是 什么都没有办法平 我就有办法 就是 自己讲出来 然后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坐 我愿意跟我玩 然后 陪我走这条路 其实我一直 真的 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只是 我很想讲 但是 有 对 就是 有点害羞啦 不太敢讲 那 我想说 今天既然都讲出来了 那 我可以 刚好 用这个 趁着 这种气氛 灯光美气氛 加油 VGM 然后又再开直播 好不好 我觉得 要非常感谢 感谢你 感动 谢谢 我真的觉得 遇到Haku 这样真的是 在我的 在我的 直播生涯中 让我完成一个 自己的 一个小小的梦想 做出了这个节目 那 真的真的真的 很感谢你 好 对对 然后还有笑笑 感谢你这样一直帮我画画 然后还有2DLive 然后跟我的周边都帮我做出来的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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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 你感动过这个 大公尺 真的 真的笑笑真的帮助帮助我很多 然后 在以前 我的角色还没有定下来之前 然后师傅也一直都帮我画画画画 然后把我画到最后 然后角色也定下来了 然后也非常感谢师傅 我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的 所有画过的图 然后 我真的真的 我的印象 钱都没有付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非常感谢你 arigado 好不好 可是 因为师傅现在在军营里面 他只有加热的时候会出来 所以他现在看不到 好不好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 然后也非常从 从我没有名气 到现在 这一点 点名气的观众们 从以前这样子 追随我到现在 不管是新的观众 那我还是新的观众 我真的都会非常感谢你 arigado arigado doni arigatou gozaimasu 好了 我全部都讲出来了 哈哈哈 其实我会 我会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 其实也 也一方面 阿倫跟我说过他的梦想 是想开这样子 想做这样子的节目 然后 就想说 既然阿倫说到 就是说 在BRC上面 我跟大家在聊天的画面 很多人在想 是不是这个画面有兴趣的话 那我就 试试看 帮阿倫去 做这个节目看看效果 但我不敢 因为我开始不敢去 答应阿倫 要去当主持人这些事 我是觉得我自己 应该 没办法 没办法把他去 就维持下去那个 动力 不是动力 就是那种专业的形象 所以 你叫我装的话 是OK 我可以装 但应该很快就会暴露 对 就想要聊得轻松点 这样 因为 一方面 就是 就像说 哦 既然阿倫说 你们都有兴趣看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那就 好 阿倫也来找我 说了他的 他想要做这样子钱 那我去 试试看帮忙吧 有没有想说 啊 我想要在里面 拿到多少分层 或者是我想要在里面 拿到什么秘密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你这样陪我胡闹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 也希望 接下来你能够直较 谢谢 下个小 我爱你感到我 好 就不过我一开始答应 酒吧他们学习 我什么东西要求 但是就是 鸭上他们 给了我很多 看你 游戏方面 他们送我很多游戏 然后也有游戏 像麦克风 这些都是他们 他们吃钱给我买的 啊 这些都是他们买的 对 既然意义上是说 一起做音乐 然后从粉丝那边拿到 一个赞助金 买的 上次有我们酒吧 阿特朗尼亚的 团队的那个 资金 当然 身为团员之一 我也知道 现在的支持度 不可能会高到 可以拿到 麦克风这些的 都是给他上 自己去贴钱 一定出钱什么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 收获 意外的收获很多 那 要不要跟吉他 讲一个很道歉的话 你可以不是这么讲 趁着这种 灯光美气 一分加 然后还有 还有开卡的时候 这种感觉 你可以趁现在 有勇气讲出来 我认识 一直在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一直在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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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 我认识 有点小小的感动 我认识 我认识 不是 还 你 很 我只能做到少量的時間 我現在是想要做的事情 我都能做到一場的影片 我都能做到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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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哭了 你泣かないで 泣かない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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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ー よ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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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よく頑張るぞ ね 頑張ってね 一緒に頑張ろう 君達の恩恵こそ 私がここに許す理由だから 啊 怪 我覺得ハクちゃん快哭了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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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泣かないでね よしよし いい子だね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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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我也真的是 都是意外 从比较新玩的 大概有三到四年 一起来都只是个 默默无为的路人玩家 到被其他商人发现 邀请去当看板娘 到邀请作曲 到一起录制 游戏影片之类的 然后还送我那么多东西 出了那么多钱 只要他个人说 他自己对花钱没有什么概念 会买游戏给很多人 但我还是觉得 对我而言是一个 很特别的收获 虽然我不管他是不是 对我而言是一个 对我的存在是个认可 他认可我的存在 所以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 那我继续下去 所以我想 我跟他说过 我想要试试看 谁知其他都会去支持我 然后给我一些意见之类的 带动我去事情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遇上了Aner 被带到了大家的面前 然后有观众们的观看跟支持 我记得这也是个很意外的收获 有大家的陪伴 然后我也能就是给大家一种 我虽然不确定我期待大家心目中的定位是什么 但至少算Aner的心理的话 Aner觉得就是一个算是福利丹丹 福利丹丹是谁啊 没有没有 不是说这样说吗 就是一种安心稿 或者是给他一种自信 让他有前进的动力之类的努力之类的 这样我觉得像我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生活那么糟糕的 就是在虚拟网络上面我还可以做到这种地铺 有人需要我的存在 有人认可我的存在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感 真的很感谢大家 好 不要哭是不是 游喜游喜游喜 我真的也真的很感谢你 真的是今天难得 我跟你讲 第十回为什么好像感觉好像我们做不到快乐最后一集 没有 没有 但就是也不说就一集啊 就是刚 因为有点是这样 毕竟已经直播出来大概有八 今天是第八年了吧 对 刚刚对我也是刚刚出道 也就是我对我自己刚刚出道以来的感言 呃 游喜游喜 你要不要喝一点水 你要不要喝一点水 我吃 你先喝一点水 你先喝一点水 你 是 你 赶快 尝快 游喜 然後可以幫助到他 不管怎樣就是我覺得說 因為我都認識到他了 然後這整個 整個相處下來真的很棒 我現在要講很多 但是我的腦袋裡面的詞彙現在不夠 我有很多想講的 我可能不會像大家所期待的那麼 專業或什麼的 但 怎麼說 也很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我的健康 跟我的生活狀況 但 就算是在動物現實工作動物的累 只要有你們的陪伴我都會堅持下去 你要知道不管 在現實遇到什麼困難 那我希望說 不管是跟大家講也好 或者說跟觀眾講也好 你的心中 我知道你背負的壓力很大 那當然 我在當你的好朋友 當你的海報 然後 我們都會聽你的心事 如果你真的有煩惱的話 就是可以歡迎講出來 都很願意聽 都很願意聽 啊 幹嘛 真的 我們都很願意聽 只要能夠幫助到你 那可以讓你心底 比較輕鬆一點 我通常不會想要回去 就是 就是抱怨的方式 或者是 其他不滿的方式去抱怨 就是 遇到的 壞是什麼 我還是通常會把他當笑話來說 就我希望大家可以 更輕鬆更開心的看待這世界 你只要因為眼角是 壞掉自己的心情 讓他 他 後來 就是看自己怎麼變不好 像我一代一小時的話 我想要抱怨 我就不會說 喔 今天我不能說那水是水 真的是太不行 我就可以說 喔 該你看到那個人嗎 真是好笑還是什麼 我就會用搞笑的方式去說出 那件事情 我不會去 太用負面的狀態 我還是想保持 一陣分為處吧 對 所以可能在大家面前 看起來就是 喔 他看起來很有副力 和正面 沒有什麼 負面體驗沒有什麼壓力 但其實就是 看你怎麼去應用 怎麼去轉換你的壓力 為 一個生活的樂趣 我 我 真的 那種想法真的是很棒 因為其實我 真的 多多少少我覺得說 呃 你不要看我們好像都很樂觀 我多少少都會有壓力 對 這現實真的遇到自己很多了 那 就看我們怎麼消化而已 真的 我們是已經是 度過那個消化期了 所以是還好 但在目前的你們 可能還有是學生的 還沒出社會的 像哈娜 正準備畢業出社會的 我真的希望 你也可以挺過這個消毒期 對 既然外面的社會沒有你 影響中的那麼美好 但 很多時候 不要去太在意那些小細節 覺得自己虧了 不要往負面的方向去想 你正面的方式 你拿到了一次教訓 得到了一次學習的機會 那你只要切記 下次你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就好了 然後 在這段期間 你可能感到一些有難的人 他 很心情很灰弱沮 我當然希望說 不用給他什麼物資 也不用給他什麼 就只要 剛才說一句 加油 真的 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 就是 生活很困擾 或者是很低落的人 他們故意不是想要你 死捨他們什麼東西 他們想要的就是 有人能聽他們講話 承認他們的存在 所以這時候 你要把就是 過程跟他說 加油 你可以撐得下去的 你明天會過得更好 或者是你就是 過去也有剪刀問候他一下 怎麼了嗎 你還好嗎 這些對我們都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幫助 對 可以去嘗試 肅聽 他人的痛苦 你並不需要去幫忙他解決 你只需要聽他說一說 他的煩惱 這至少可以讓他 放下他心中的壓力 然後你再跟他說一句 辛苦了 繼續加油 我請大家 你們也是 現實生活真的沒有很美好 當然 辛苦了 那也希望說 我們的電台 也不能算電台吧 我們的節目 但是他的確可以當電台題 在這段集結 不管是誰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們可能聽到了 這一集 或者是其他集 那裡面有一些 可以幫人家加油打氣的 點進去 當然 能幫助到你們 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謝謝 希望能幫助你們減輕 一些現實中的壓力 那也當然希望說 我們可以越做越多 越做越好 那我也希望說 之後 不管是我的 我學長的 我倆的口禪的 你可以在更上一階段 因為有時候真的 其實 我們真的很想講什麼 只是 腦袋的 語彙能力不太足 對好像 後面就是覺得 不知道怎麼去說明這件事情 對對對 你後面也還是覺得 這種說明其實說出來會 好嗎 要考慮的真的很多 會說怕擔心 會不會得罪到其他或什麼 因為 因為有很多人會覺得 就是 有很多人會不接受 他人的阿威 就覺得 你們又沒過過我的生活 你怎麼知道 我講我的 我的 我的情況有多糟糕 或什麼 就會覺得 就是 他聽了你的話之後 他會覺得你在諷刺他 所以 有很多時候還是會覺得 有些話說出來 可能會有反效 一定有喜歡的人 就會有討厭的人存在 這是無可避免的東西 那我們也只能選擇就是 多思考 這句話說出去 真的會引來 那麼多負面嗎 然後 然後 我們也只能過激掉 那些 太過於負面的 反應 往正面的反應去 繼續加油 努力 好 真的真的真的 非常感謝你們 非常支持我們 然後 到現在 我從 不不不命的人 也開始開始 有一些人急 也非常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然後趁這個機會 可以給你們好好的 道謝一下 那 我的夠夠也快拿到了 那 真的真的真的 都是多虧你們 好 好啦 那 我很想要 我有很多很多 很想感謝 很想感謝的話 可是 這些呢 我都決定等到 我拿到 夠夠那一天 我再來好好的 把我所有 想要跟你們講的話 全部都集結成一個文章 然後再唸給你們聽 好不好 我真的 真的真的很多很多事情 很想感謝的人 真的很多 然後 對 像 剛剛其實這樣聊著聊著 聊著 不管是 真的 真的 都稍稍有一點點想哭 一點點 一點點 有什麼危險感情外入 對 不好意思 真的 因為畢竟 我們是真的 用 用心在對的 如果聽了 今年節目覺得 心情 不太好的話 就是 有點負面情緒過多的話 請 道歉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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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想要往正面的話題去聊 但就是聊著 突然就是 聊到一些比較感性的話題 其實這也是 我們想要跟觀眾講的 有很多問題 對 因為我個人的話 上班的時候 我不會想說去按那個腳本 或是做的策劃 定好要這樣子的 去想要這樣子做 我會比較喜歡 隨性 我就是很隨性的那種 還好我都不會寫腳本 所以我覺得 這才是真正的交流 也是 我們的真誠 對觀眾們的真誠對待 不會說很多就是 已經是編好 已經是什麼的 今天要跟我跟我 就是這樣 我們想要一些更多 額外 更加多意外的收穫 就是想要 也想要更加多 就是 能夠 在做節目之餘 能夠更加額外的意外的 幫助到觀眾們 去 逃避現實中的那個 也不是逃避 就是紓壓 解放 現實中的壓力 對 其實因為有幾個人 有私訊過 我說 欸 我們的對話內容 是不是 就是 節目是不是都已經 裏好腳本或什麼 但 不是 因為你看我們的 節目其實到現在 全部都是以直播的方式 做出來的 那 你能看到 如果是有腳本的話 我們的那個 說話流暢度 就不會那麼差 對對對 如果是 如果是腳本的話 我們說話流暢度 就不會那麼差 雖然在 正式節目開始那個 那題目是實現影響好的題目 那也有讓 來賓去 先看的題目 才來做訪問的 但有很多 中間都是 自己去 突然間想 要怎麼去 接 如果去延長 發展那個話題 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原本不是在題目內的題目 因為我也會突然想到 然後就把話題做延伸 然後再讓它延伸出去 所以就變成說 你們要說 這是為好的 其實很難啊 我們只是 丟了幾個問題 因為 我們這些問題 我們至少要先做過一些思考 然後要看看 來賓能不能接受 來賓能不能聊 來賓又不願意講 然後 然後引起延長 對對對對對 其實我們都有在討論 然後都有在稍微過濾一下 然後再把這些問題 丟給來賓 然後讓廖屏 來賓就稍微做一些整理 做一些資訊 然後做一些思考 他可能之後要講什麼 對對對 他之後想要講什麼 想聊什麼 然後那就會想一下 他可能這中途遇到什麼 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才會稍微準備一些問題 那有一些問題 那有一些問題是透過觀眾 給出來的問題 然後我再去做整理 那有一些都是我自己去思考 然後我再問Hakujang Hakujang他幫我決定一些 哪些可以講 哪些不能講 然後最後再做一個決定的 真的我是覺得 真的我是覺得 現在有很多人是想要看一些更加專業 更加算成得上上用在職業上的VTube或者是直播主 他們都想要看一些比較專業一點的就是有策劃性 然後有安排 不是那種臨時才來隨性做的那種的人 那些我們先道歉 因為我們真的到不到那種程度 還到還到不到那種程度 但我個人啦 我不知道阿倩是怎麼想 我個人是也沒打算 往那種像是安排工作一樣的方式來進行 我也沒打算往那方面去發展 我是覺得說 直播 不管是我自己 或者說我跟其他人合作 或是跟Hakujang一起合作 我都希望說 我們是靠由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們自己所想的 而自由去發揮 而不是說 我不喜歡擬定腳本 我不喜歡走在一個 P7號的劇本上 所以我不是一個會用腳本 或者是說 就是覺得說 可能如果說要拍片頭或什麼 這個可能需要一些腳本什麼之類的 還有開場白什麼 可能需要一些腳本之類的 但是基本上 其他的不用我都不會用 我覺得我們拍到後面自己那個 開場白跟觀察 觀察那個讀白都好幾乱 那個都不一樣了 那個都不一樣了 我們一開始有決定好一份 學先說什麼 然後後面接什麼 對對對 然後後面就是 聊一聊聊一聊 發現 那乾脆順幾乎 好了 我覺得我講什麼 然後Hakujang會接我 我就讓他接下去 我們都會 就是稍微觀察一下對方 對 通常會看到 說了之後一段安靜 對對對 然後之後才 因為那時候 我們該確認對方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像有時候 訪問問題的時候 因為這個問題之前 有人說 就是有人跟我說 我們看起來沒有專業度 其實不是說沒有專業度 而是說 我們本來就是素人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人覺得說 我們兩個 在 就是問問題搭配的時候 可能說 他們覺得說 一個正常的主持人 本來就是 要沿路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不能讓節目突然 停下一個空檔 或什麼 其實不是空檔 而是網路延遲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 有一個題目 要讓Haku問 然後Haku也在看著我 Haku也在看著他 然後他在確認我 是不是 要換他講了 然後我在確認他 是不是他要講 然後我們在 我們在做那個 眼神交流的確認 你們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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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好像是 Tami在 熊頭的一集 上面有人說 Haku好像很安靜 然後 Halen有跟我反應說 有人說 你好像有點安靜 對對對 沒有 因為其實 其實熊頭那一集 是因為 這個講的應該沒關係吧 就是 就是Haku 不是那種會開下流梗的那種 對對對 對對對 其實 而且比較反彈 對不對 對 稍微反彈一點 然後 因為我知道熊頭 原本就是 以那方面去發展 是比較 比較 比較 如果 遇到 比較會開黃腔的話 我就會選擇 因為我不知道 該用什麼話題去 對對對 跟他溝通 因為 他就是以開黃腔這種 不斷型 也不是說不斷的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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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角色去塑造的 然後 我又比較 不喜歡 這種方面 這方面的 就是下流梗 之類的東西 偶爾 偶爾 跟你們開上玩笑是ok 我是覺得可以 那也是我自己的 一個溝通的方式 但 如果你要我去 專業或者是 職業的態度去做得到我 我沒辦法 對 所以變成說那一集 我會 我知道說 熊頭的角色跟Haku 是有點嚴重反差的 我知道說 Haku會不知道怎麼接 所以變成說那一集 都是我一直在連交位 因為我其實 其實我也怕說 可能突然 熊頭就拋一個梗出來 然後 Haku會反應不過 因為 加上 Haku不是 不是人 他是狼 他在選語言 懂嗎 對 然後有很多時候 我有可能會聽 我可能會聽不懂 或者是 無法理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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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用哪個語言 你這樣用日文 用英文 用中文 甚至用其他各種語言 如果說 我有時候也會 就是 無法理解 所以變成說 我會稍微 對 我才會稍微去 就是 擋一下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就是 那個真的不是 那個真的不是 Haku講的問題 那個是 要看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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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 訪談內容 全部都沒有安排過 所以變成說 欸 我覺得 我好像話講的有點多了 我就會稍微看一下 Haku Haku就會看著我 然後 然後他就知道 啊他要講了 然後 就會換他講 然後 然後你們就是 也有人留言說 就是有人自己 咪我 說 就是我跟你講話 有時候 就是可能我搶話 或者是你搶話 其實 其實不是搶話 而是因為 是因為網絡延遲的問題 對 一方面 你會等對方 是不是已經說完了 然後 對方在等你 是不是想說 但是你 當你確認他已經說完的時候 其實是你這個延遲度了 然後那個延遲之中 他就會認為 你應該是沒有話想說 那他繼續說 對 所以就會變成 兩個一起說話 對 就因為 沒辦法 Discord會延遲 不管是Discord 這都會延遲 我們兩個在不同的國家 我們不是說 鄰居就坐在隔壁 坐在隔壁 這個很好解決 就在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國家的話 我覺得也會有延遲 也會有延遲 對對對 我們不是說 只坐在隔壁 我們如果坐在隔壁 我跟你講 他講一下我們都知道 對話要講什麼 對 眼神加了一下 對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 我們現在在網絡世界做完 所以一定會有延遲 對 網絡上這個是沒有辦法 對 沒辦法控制 除非我們全部都是按著腳本 OK 他說完這句 然後到我說裡面去 那個的話 就應該看起來沒那麼奇怪 但至少那個也會有一點延遲 對 因為我看到的畫面 跟他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對會不一樣 所以變成說 可能有時候講著講著 不是說我講的話 或是他講的話 而是說 因為 我停下來的那一瞬間 我覺得 對我來說 那個延遲 就是對我來說 他那個等待的時間已經到了 然後我說 那就代表他沒有要講的話了 然後我就可以再繼續接 但是 對於哈克講來說 我可能才剛開始講 然後想說 你還有什麼話要講嗎 他剛到的時候 我已經在講話了 然後他那邊還沒有收到我的聲音 然後他就想說 我沒有 那這時候我可以講 然後他就講出來 然後就變成說兩個 兩個的聲音就撞在一起 你知道嗎 這個沒辦法的 加速網絡都沒辦法 除非 除非你加的網絡是 超級快速在跑的 對 以後5G 5G就有可能 好不好 可是前提是哈克講也要5G 真的 我覺得就像5G時代 伺服器方面還是會有問題 對 但是我覺得 以我們兩個素人來講 我覺得能做成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對 我們真的是 什麼都沒在做一些專業的安排 或什麼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連個開場白都講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 現實生活都已經很多虛假 我想要給觀眾一種更加真誠 更加真實的事情 對 我想去安排 去特意安排一些什麼東西 去特意安排一下要說些什麼話 去特意安排一下今天要辦法 去特意安排一下今天要捧吹捧什麼的 我會去想這些 只想要說就是 因為 有的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 不管是哈克講還是誰是誰 在網路上看起來假假的還是什麼 但不是 反倒是我們在網路上做直播 現況來說 我們兩個算是 蠻真誠的 就是 要掩飾也不是 就是 我們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的那一種 我們兩個真的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的那一種 完全沒有在 沒有在care什麼 唯一掩飾的話就是 就是 現實中的生活會比較有關係 對對對 我覺得那邊 那邊就是 那邊 我不想讓大家看到 那邊生活糟糕的自己 我想讓大家看到的這些 在這邊能夠陪伴大家一起歡樂的自己 我也是 就是 現實生活已經很慘了 已經不想要再讓人家說 就是 我 加上我其實不露臉 也不開視訊 也不能提供任何個人諮詢 你的原因也是在這 因為我覺得說 本身已經夠慘了 我為什麼還要把我自己 這麼慘的身份 帶到網路上來這種感覺 所以 我在網路上就是 比較屬於是做自己 然後 在工作時 可能要是不一樣的表現態度 這是正常的 雖然偶爾還是會跟你們說一些 現實中繼工作狀況之類的 當然 我覺得那是一種 跟大家拉近 關係的 手法吧 不然大家都會認為 你們創作只是閒 直接在做直播做影片 對對對 我想要告訴你 我們就算在做影片之類的話 現實中 很充實 真的 如果都是在做影片的話 我跟妳講 現實中我現在 連開台的機會都沒有了 連開台的機會都沒有了 一方面是想要讓一些 想接觸現實 想接觸虛擬行業 但又覺得虛擬行業很輕鬆的人 認清現實 但也不是叫你們放棄 想跟你說 有夢想 有興趣 想做 就做吧 因為 你覺得頂不下去的話 其實 在我們之中 也有 過得很辛苦 但還是很積極努力去追夢的人 所以就兩隻了 對啊 可能觀眾裡面 其他觀眾裡面 可能有比我們 還要 過得還要辛苦的 像笑笑之類的 像 其他有些人 我們說出來 會讓那些覺得 就是說 你們過得很差啊 我自己過得更糟 之類的想法的人 存在 但我想說 不是我們想要去賣產 說自己多產 就想說 大家一起 一同努力 就像 在網路上的 就稍微放下自己現實的身份 讓自己過得開心點 真的 還是 還是 還有一方面 就是 我們說出這些現實狀況之類的 也沒打算讓 粉絲 觀眾們去 無腦的丟錢 我是覺得 你們真的喜歡 真的想支持 先思考 思考自己的生活 有 充足 多餘 然後 不知道要怎麼花錢的話 再來 考慮要不要自己 真的 就是 你們要 生活能夠顧好 不要說 要先滿足自己 才能去滿足別人 對 不要說拿來抖內之後 結果自己有一餐 沒一餐的 這個我就不接受了 真的喔 對 你今天如果是因為抖內 有一餐沒一餐 我會講 你跟我說你要退費 我以為退給你 好不好 我以為退給你 我是覺得就是 我們 來做直播 一方面 不是為了謀錢 而是為了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但 我們也不想因為這個 幫助從 幫助別人的善意 善舉 變成去 拖越人家的負擔 或什麼 好 然後一分 大家要亮麗而情 無論是 現實中 我都想幫助人 還是在群網上 也想支持創作者 都要亮麗而情 所以我看到那些 那些大公司的VTuber的粉絲們 都是 美金幾千塊幾千塊在丟的 我不喜歡我的觀眾們是 那樣子亂丟錢的人 除非你們真的錢丟到沒地方花 我幫你們花了 然後講真的 那個幾千塊美金 那很可怕 真的 你動不動就是 那個 紅色的Super Chat 之類的 那樣子看了就是 哇 這些人 這些人都不需要去思考 這個生活費怎麼樣 哇 明天有一餐 每一餐都不要緊嗎 這樣子 我感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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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真的 感謝的話 也講得差不多了 真的非常感謝 我的韓國伴 海波 好不好 抱歉今天 讓大家聽那麼多負面的東西 那麼沉重 也不算沉重跟負面 是說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有時候 可能 像我們可能藉由這次節目 然後 我們兩個也講出了 就是對於對方的想法 或者是說 跟 我們現在合作到現在的想法 我覺得這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大的 就是 更拉近距離 也更了解對方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讓觀眾知道說 我們做節目做到現在都不是一個掩飾者的身份 而是 都是以當下我們所想的 然後我們的情緒跟我們做為一個人 所擁有的一些善意什麼 然後我們是以這些善意去真誠待人 可以讓觀眾了解一下 對 可能之後看到這影片的 還有一次我們會覺得我們造假 或者是 虛偽 對啊 他都假哭啊 都假哭啊 但我希望 大家可以不用去在意 別人的那種 惡言惡言 至少你們的理解 我的 我們的用心 這已經是對我們來說很大的滿足了 那 你不要去跟人家爭議說 你們在認真看他生活什麼什麼什麼的 去跟他爭議什麼什麼的 不需要 對 你們要把現實中的我們給忘記 現實中的我們 我們是 雖然是你們螢幕背後的人 就是 在你們螢幕前 就是這樣 但是 你們不要去思考我們螢幕背後到底過了什麼時候 因為 因為 到網路上來 或者是 我們在做直播 真的 都只是帶著一個想玩 開心的心情 想交朋友 的心情 這樣子做下來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只是想 騙你們的錢 我們真的跟朋友 對 如果 如果你們哪一天 有人會突然消失不在的話 多少時候也會有點傷感 但網路世界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們也不可能 我 我很享受 跟大家相處的時機 所以 所有東西都會留在記憶裡面 就讓 就讓你人不在的記憶還是會陪著我一起 下去 哦 哇 獲得了 希望 希望我跟哈根獎可以一直當好朋友 好不好 我們希望哪天哈根獎就說 哦 我受不了你了 不行了 我要走了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來 他會受我 來 他會受我 好 這 算是一個 還蠻好的優衣 我真的沒有想要 其實在網路上 目前 因為 我 像我會這樣子 聊 就是聊很多 然後比較深入一點的 就是哈根獎 然後笑笑還有師父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給人一個氣場 就是我好像什麼話題都能聊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跟我聊一些 很沈重的話題 之類的 這方面我覺得是 滿開心的 因為 真的 這代表我的存在得到 他們的信任 得到他們的認可 就是我可以幫他們分擔 他們的壓力之類的 因為哈根獎給我的感覺 真的就是那種 就是 很好聊 然後 再來就是 我覺得 跟聲音也有關 就是你會覺得說 你如果今天有什麼壓力 然後 講出來 之後 就有點像 假如說好 如果今天換 今天換作是 燕K好了 如果假如說今天主持人換作是燕K 可以 你可以 你是要連心 跟他 聽到燕K這樣回你就會覺得心情很舒服 Val byte 但是 其實你也有這種實力好不好 你也有這種實力 不像我聲音就真的太高了 我用很低的聲音也是可以 但是沒有像之前 可以但是會變得很假就對了 因為大家認識的爸爸就是玩遊戲的爸爸 所以如果他只要走向這種比較正經系的話 然後大家就覺得造假 趣味 人家就覺得我好像很假 或者是說我在玩遊戲的時候叫成那樣 都是做效果啦都是假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可以老實跟你講我其實在私底下也是這樣 而且除了我們私底下如果玩遊戲的時候 我也是會聊天只是沒有像開台那麼嗨 但是因為我開台的時候已經嗨爆了 我關台之後如果還是要情緒滿載 其實會累耶 怎麼會累會累 不是說不是說什麼啊那個 啪啪開台跟沒有開台一步 但也不是 但也不是 但其實阿倫也不會至於到就是開台跟關台是不同人的概念 對啊 就有的人會開台一個就是跟誰都很親民跟誰都很友好 很了得開很熱情 但是關台之後就是一個 很沉默啊這樣 這這這這這 沒有我是關台然後還會跟哈咕講說你要不要去睡覺了 我還會在旁邊一直撞拉說你要不要去睡覺喔 有辦法身體顧好 身體互相傷害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個人的話 因為我跟Kia桑他們一起 我個人的話就是我在哪裡 虛擬歸虛擬 現實跟現實吧 你會看到我兩個不同的狀態的話 就只有現實的我跟虛擬我 如果你這兩個人我都認識的話 你就覺得這兩個好像不同人都好虛假 到底哪一個問題才是虛假的 就會開始思考這樣 但如果你是從網絡上面認識我的話 我在網絡上面就是這個樣子 無論是在大家面前 或者在實際上玩遊戲 我都是這個樣子 居然沒有Gia桑那麼嗨就是 我覺得Gia桑是因為看到我之後 他好像我要努力然後就跟著一起嗨 沒有Gia桑一開始就很嗨 他本來就很嗨 他是遇到我之後變得更吵嗎 沒有他本來就很吵 真的嗎 我覺得他每次遇到我時候那個情緒都跟我一樣 一百八的光 對他的時候他就已經很吵了 啊 所以你能想像到我們三個一起玩遊戲的時候 Haku將的這種靈魅的耳朵會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我必須把那個音量調調不然的話 就是 可能是有在看我們店長上傳的遊戲影片的話都會知道 Gia桑在玩一些反應系的遊戲的時候那個叫聲就是 嘩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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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吃普通的玩遊戲然後適當的說一些台詞 就說一些話 來做一些講話的效果讓大家開心一點笑的 然後只有一個給他上次一個在亂叫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玩遊戲真的就是輕鬆了 然後自己玩得開心 也算是自己的自己的游泳方法 自己的发现管道 所以我不会去多说 说你很吵 我可以闭嘴吗 哦哦哦哦哦 不要哭 因为 哦哦哦 咪咪 所以我不会去特别 就是去怪大伦说 你真的很吵 你会不会闭嘴什么 到时候是我观众说 哎男的声音好吵 我就是这样子 被人家说很吵很吵 就有很多人其实都讲说 我都在抱我阿金大腿啊 都在抱大咖大腿啊 好啊 蹲水水水 一定是自己的皮带 因为我到处更加合作 什么之类的 其实没有 哇我想真的 到 如果有常常在看台的 其实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人家找我 真的不是我去找人 我想真的 我会去找人的情况下 除了做节目以外 然后可能想到什么游戏 跟这个人玩或跟谁玩 会比较有趣 有时候我才会去问 不然我基本上都是跟观众 或者是跟我自己的 自己的认识到的朋友圈在玩 我觉得就是从认识阿倩之后 我其实是被带过来的 这边的东西 怪我啦 当然我会很欢迎 就是我不会去特别的去 在意大家的表情 或什么 我知道大家开心玩游戏就好了 所以很多时候 虽然你们看不见到 在Discord上面的话 我就算直播 我都会在那个公开的 公开的那个语音坊 欢迎大家乱度过来 跟我聊天 或者是一起玩游戏什么的 我都不会去太过在意 或者怎么样 所以通常 你只看到我直播到一半 Gia-san 天的天啊 或者是店长 会突然乱度过来跟我打招呼 但有很多时候 他们不知不知道我在开台 你怎么跑进来 哪里是电脑 哈哈哈哈 哪里是电脑 哈哈哈哈 我会在意说 噢 干 我在开台 你现在从哪里是摆车吗 哈哈哈哈 我也不会这样 我也不会这样 好了 那现在 10点58了 也差不多快了 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了 那稍微 在一两分钟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就上个厕所 然后可以喝个水 好了 好不好 麦克酱也多喝一点水 刚才稍微感动过一次 我也差点 呵呵呵 我现在里面还有点热热的 哼 好不好 你应该 因为刚刚讲一讲之后 其实我有一点稍微有一点 就是 有点 就是 就有点那个 眼泪 不是说眼泪一块牛猪卵 但是9点58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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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58而已诶 还没要进入主题诶 呵呵呵 还没了还没了 我们要到11点 哦不对啊 10点 10点开始进入主题 没有错啊 诶 不要吓我啦 没事 但日本是10点58 我上个厕所 没事 我今天 我今天是早起车的 啊 对 嘿 那那稍微等一下哈 过来 públic了 吓我 kepada大家